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印语语的基本词序 它的基本词序基本上是主语加上味语 例如 在这个地方呢是当作主动词 表达未来是 我们现在听一下代观练习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只是代名词 这个在印语语里面用的非常的普遍 只是代名词呢是代表说话者跟所指射之物之间的距离也远近 所以印语表示这离说话者比较近 一语那离说话者比较远 而且只是代名词呢跟在被修饰的名词之后 例如 就叫这只青蛙俘虏鸡吧 只是词呢也可以单独出现 例如 这个很有趣吧 出现在胃里的后面形成一个附加问句 是吧,不是吗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代观练习 我们来看一下印语如何表达时间 表达时间可以有名词 Nightly 待会儿 以后 或者是 明天 它可以放在句子的最前面 强调动作和事件发生的时间 我们现在听一下代观练习 Nanti aku bilang ibu Besok Besok aku bilang ibu Lagi Besok aku bilang ibu lagi Dulu Besok aku bilang ibu dulu 我们来看一下 情态助动词 印语的动词 boleh 允许 可以作为情态助动词 表达意误 也就是可以的意思 它出现在动词的前面 或者是聚首 这两个都可以 与意语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例如说 Besok aku boleh lihat kata 明天我可以再看看这只青蛙吗 Besok boleh aku lihat kata 明天我可以再看看这只青蛙吗 所以无论是Aku boleh 或者boleh Aku 这两个次序 都是一样的意思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代观练习 Besok aku boleh lihat kata Panggil Besok aku boleh panggil kata Pelihara Besok aku boleh pelihara kata Bila Besok aku boleh bilang kata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用法 请什么什么吧 这个是非常好用的动词 Joba 常识 这个动词呢可以作为探词 放在聚首 也就是请什么什么吧 那如果说话者 他的跟对话者之间的地位是相当的 或者是关系比较密切 他就会用这个Joba 请某人做某事 如果关系比较远一点 或者想要比较客气一点 就会使用Dolong 我们现在请看例句 Tolong bawakan buku ini ke sekolah untuk abangmu 请把这本书 拿到学校 去给你哥哥 Joba bangunnya lebih awal pasti kita tidak terlambat 去早一点 叫醒他吧 以确定我们不会迟到 请看Dolong 跟Joba的不同 我们现在来听一下 代换练习 Coba lihat Makan Coba makan Mandi Coba mandi Coba mandi Bilang Coba bilang Berangkat ke sekolah Coba berangkat ke sekolah Bilang Coba Bilang Coba Coba